美国总统川普周一4月9日出席那个会议时对现场媒体透露中美贸易进展 暗示可能会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同时会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的川金会上明确谈无可话问题 川普说 我们与中国有很好的关系 我想我们会保持这种关系 我和习主席是很好的朋友 我非常尊重习主席 他再次提到过去一年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美国海湖庄园以及他访华期间的两次会面 但是随后川普将话锋一转说 从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以来 多年来一直在利用美国 我不责怪中国 我责怪我们国家的人 我责怪总统 我责怪贸易代表 我责怪参与谈判者 川普认为 这些是他们本该能做到的 对目前中美两国互际关税制裁的做法 川普政府一直表示没有跟中国发生贸易战 在周一的内阁会议之前 川普更是或多或少透露了一些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 以及他对近期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看法 川普说 在我们能与中国达成协议时 我们可能会这样做 如果我们选择不 中共将不得不支付相当高的税额 才能与我们国家做生意 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与中国达成协议 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他们想打击美国的农民 因为他们认为那将打击到我 我不会说这样做很友好 川普表示 美国的农民是伟大的爱国者 但农民这八年来的处境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某些地区 美国农民的人数更是明显减少 3月 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对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进行的调查 并证实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对美国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 川普宣布计划对中国产的近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4月3日公布 对中国1300多项产品加征25%关税的详细清单 并征求公众评论 以应对中共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中共当局于4日表示 将对包括产自美国的大豆 汽车 化学品和飞机在内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 进口额同样约500亿美元 实施日期将是美国生效日期而定 5日 川普下令农业部长在其他内阁成员的支持下 运用权力实施保护美国农民和农业利益的计划 以及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 考虑额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周一的内阁会议前 川普暗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成中美贸易协议 但也可能非常快 他表示 不管在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还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进展 当局目前做的都会让美国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美国农业部长普渡也有出席周一的内阁会议 川普表示 普渡明白他在说什么 川普也有提及受关注的美国朝鲜历史性首脑会谈 我们已经与朝鲜保持联系 我们将在5月或6月初的某个时候与他们会面 川普表示 双方都会给予对方极大的尊重 希望能够救朝鲜无可化问题达成协议 他们已经这么说 我们也已经表明这一点 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官员透过驻联合国外交人员 以及两国情报部门的秘密渠道 同朝鲜进行初步沟通 朝美两国情报人员目前已经进行了多次接触 并已经在第三国见面商讨会谈地点 美方由中情局长蓬佩奥准国务卿负责本次会谈 媒体报道说 朝鲜表达了谈无可化的意愿 但双方会否对无可化的定义 有一致看法仍是未知数 也不清楚朝鲜会附带什么条件 希望这种关系与许多年以来的关系大不相同 川普表示 对全球而言 美朝首脑会谈将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同时 川普再次批评前任总统 他说 下决定但没行动的做法 如果是在五年前 十年前 二十年前完成的话 情况会更容易 比现在容易得多 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披露 美国针对中国的总计1500亿美元关税措施 已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 这不是谈判中为获得让步而采取的战术 这些措施将会付诸实施 美国总统8日预测 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 美中贸易僵局能得到解决 被川普任命为首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 日前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说 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是严肃的 这不是谈判中为获得让步而采取的战术 美国为此已经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 他说 这不只是谈判手段 我们准备听中国的声音 我们愿意跟他们合作 但我们是现实的 我们会有分寸地实施我们的计划 纳瓦罗批评 在布什和奥巴马执政的16年间 美国一直无所作为 同时7000个工厂 数百万个工作 而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 令美国的损失每天超过10亿美元 不过 纳瓦罗也表示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将会跟中方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川普8日在推特发推文预测 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美中两国之间威胁要互相对数千亿美元货物 增加关税的僵局能够解决 他说 中国将会拆除贸易壁垒 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正式将会是互惠的 并且知识产权的协议也会达成 两国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川普还说 不管我们的贸易纠纷会怎么样 习主席和我将永远是朋友 近几天 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 令世界股市震荡 股市指数出现数百点的大幅波动 美国股市6日暴跌超过2% 4月6日 川普接受纽约WABC电台访问 提到美国股市受中共关税暴复后的影响时 他说 我并不是说不会有一点痛苦 市场上涨了40% 42% 我们可能会失去一点点 但当我们完成时 我们将有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川普说 我们必须做别人不会去做的事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归根结底 你会注意到 不只是关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而是事关所有人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访时表示 川普真的是第一位 对中共急于反击的总统 中共盗窃知识产权 强迫技术转让 高壁垒 对美国产品征收刀关税 这些做法不仅不公平 也是非法的 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 他说 全球每个国家都知道这一点的 每个盟友都知道这一点 必须有人去解决这个 川普总统把自己看成是一位自由贸易者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者 必须进行大量的改革 来停止这种非法的 不公平的贸易 他说 公平贸易的问题解决了 不仅会及美国 也会及世界 美国时事评论家张家敦 日前在美日野兽撰文称 中美贸易战一旦打响 中共也许会反击 但美国手中才握着王牌 中共一定会输 他说 川普手握着华的大牌 不仅威胁了中共经济 还威胁了中共政治体制 外界普遍认为 中美不会爆发全面贸易战 最终会回归谈判 而中方在开放市场方面 有较大让步空间 而让步的背后 是中国每年约6000亿的外贸顺差中 有3000多亿来自美国 美国市场对中国不是多重要的问题 而是不可或缺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 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说 关于高关税的威胁 构成了贸易战的风险 我们不认为会有贸易战 我们的目标是继续与中国讨论 但我根本不预计它会发生 努钦表示 川普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密切 两国将继续讨论贸易问题 备受外界瞩目的川金会 目前已经显示出准备迹象 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和朝鲜在进行秘密直接会谈 甚至进行了会面 准备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 几位熟悉美朝会谈的美国政府官员 告诉CNN说 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及CIA的一个团队 通过情报秘密联络渠道 在为美朝首脑峰会做准备 美国和朝鲜情报官员 已经进行了几次谈话 甚至也在第三国进行了会面 会面重点是敲定川普和金正恩的会谈地点 美国官员表示 平壤已经重申 金正恩愿意讨论朝鲜半岛的无可话 这几位消息人士还说 朝鲜方面正在力求川金会的会面地点 设在朝鲜首都平壤 但目前还尚不清楚 是否白宫愿意在那里举行会谈 在双方的接触中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被提出 作为一个可能的会面地点 报道说 目前美朝两国情报官员之间的会谈 正在魏中情局局长蓬佩奥 和他的朝鲜同僚之间举行会议奠定基础 几位美国官员表示 一旦川金会的地点敲定 双方就会设定峰会的召开日期 从而也会就峰会的议程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几位美国官员认为 美国决定使用现有的情报渠道与朝鲜沟通 更可能是因为蓬佩奥目前还是CIA局长的身份 而不是因为美朝双方讨论的内容 蓬佩奥已经被川普总统任命为国务卿 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 参议院会启动对蓬佩奥的国务卿确认听证程序 蓬佩奥是川普总统最信任的国家安全顾问之一 他目前在领导美朝峰会的准备工作 如果蓬佩奥被确认 他将会承担对外交筹备工作的监督工作 虽然川金峰会的具体时间仍未定 但几位官员表示 目前的目标是五月末或者甚至有可能在六月 上个月纽约时报首先报道说 中情局正在领导川金会的筹备工作 鉴于朝鲜方面一直没有公开公布美朝峰会 金正恩对川普总统的会谈邀请 也是由韩国副朝鲜代表团传达的 这一些系列非常规矩动 曾引发外界怀疑美朝峰会是否真的会举行 但这几位美国官员表示 朝鲜方面目前参加两国峰会的准备会谈 让他们更有信心 金正恩是要参加这次峰会 此外 与朝鲜的会谈也反映了负责准备这次峰会的 几个美国机构之间的协调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资深主任博明 参与了这项协调工作 本周一已经在白宫开始工作的新国家安全 顾问博尔顿预计会和蓬佩奥一起 在川金会谈规划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国务院 目前主导美朝外交工作的是代理助理国务卿 董云上和朝鲜政策副特别代表兰伯特 他们也通过纽约渠道与朝鲜官员进行沟通 他们的工作包括侦查潜在的会面地点 提供能够帮助相关人员与朝鲜会谈的 美国官员的名字 在与朝鲜会面之前 川普将于4月17日和18日 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又称满阿拉哥度假村 接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会见内容主要涉及朝鲜和贸易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国发生贸易战 在周一的内阁会议之前 川普更是或多或少透露了一些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 以及他对近期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看法 川普说 在我们能与中国达成协议时 我们可能会这样做 如果我们选择不 中共将不得不支付相当高的税额 才能与我们国家做生意 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与中国达成协议 如果在谈判过程中 他们想打击美国的农民 因为他们认为那将打击到我 我不会说这样做很友好 川普表示 美国的农民是伟大的爱国者 但农民这八年来的处境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某些地区 美国农民的人数更是明显减少 3月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进行的调查 并证实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 说朝鲜表达了谈无合化的意愿 但双方会否对无合化的定义 有一致看法仍是未知数 也不清楚朝鲜会附带什么条件 希望这种关系与许多年以来的关系大不相同 川普表示 对全球而言 美朝首脑会谈将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同时 川普再次批评前任总统 他说 下决定但没行动的做法 如果是在5年前 10年前 20年前完成的话 情况会更容易 比现在容易得多 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披露 美国针对中国的总计1500亿美元关税措施 已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 这不是谈判中为获得让步而采取的战术 这些措施将会付诸实施 美国总统8日预测 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 美中贸易僵局能得到解决 被川普任命为首任白宫国家 川普宣布计划 对中国产的近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3日公布 对中国1300多项产品加征25%关税的详细清单 并征求公众评论 以应对中共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中共当局于4日表示 将对包括产自美国的大豆 汽车 化学品和飞机在内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 进口额同样约500亿美元 实施日期将是美国生效日期而定 5日 川普下令农业部长在其他内阁成员的支持下 运用权力实施保护美国农民和农业利益的计划 以及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 考虑额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周一的内阁会议前 川普暗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成中美贸易协议 但也可能非常快 他表示 不管在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还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进展 当局目前做的 都会让美国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美国农业部长普渡也有出席周一的内阁会议 川普表示 普渡明白他在说什么 川普也有提及受关注的美国朝鲜历史性首脑会谈 我们已经与朝鲜保持联系 我们将在5月或6月初的某个时候与他们会面 川普表示 双方都会给予对方极大的尊重 希望能够就朝鲜无可化问题达成协议 他们已经这么说 我们也已经表明这一点 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官员透过驻联合国外交人员 以及两国情报部门的秘密渠道 同朝鲜进行初步沟通 朝美两国情报人员目前已经进行了多次接触 并已经在第三国见面商讨会谈地点 美方由中情局长蓬佩奥准国务卿负责本次会谈 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4月9日出席那个会议时 对现场媒体透露中美贸易进展 暗示可能会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同时会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的川金会上 明确谈无可化问题 川普说 我们与中国有很好的关系 我想我们会保持这种关系 我和习主席是很好的朋友 我非常尊重习主席 他再次提到过去一年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美国海湖庄园以及他访华期间的两次会面 但是随后川普将话锋一转说 从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以来 多年来一直在利用美国 我不责怪中国 我责怪我们国家的人 我责怪总统 我责怪贸易代表 我责怪参与谈谈者 川普认为 这些是他们本该能做到的 对目前中美两国户籍关税制裁的做法 川普政府一直表示没有跟中国